還有呢 現在開始美國炒作說什麼動態清零 那外資出逃 甚至還有美國商會主席說 成員看不到隧道的鏡頭任何樹光 但是那有一個問題來了 不在中國的話 那你外資要去哪裡呢 你要去哪個地方比中國大陸好呢 德國就有報紙說 2022年的賓士 其實就交付了19.2萬輛的新車 中國就是個完美的市場 那潮水投資創辦人非常有名的瑞達利歐 他說中國大陸經濟成長低於過去沒錯 但是還是會超過美國經濟增長率 然後來看到中國大陸商務部也說 今年1到4月外資金額的直接投入 4786.1億的人民幣 同比增長在20 外資看好中國大陸 因為這個外資金額代表說 一個國家這個商務的公司 國際公司在一個國家投入項目當中 已經到賬投資的商業的金額 高達了4000多億的人民幣 代表他們看好中國大陸市場 是的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 他除了在大家在說 封城會影響全球的供應鏈 把他還是當做世界工廠以外 其實他現在更重要的角色 就是世界的成長引擎跟世界市場 所以那些包括美國跟西方很多國家 就算他在其他的地方 對於中國大陸有其他的想法 但是對於這個市場 對於中國大陸的動態清零 採取一個越來越強硬的態度 就是比較敵視的態度 中間包括可能有三個部分 一個他們說 習近平先生是為了要做制度競賽 所以他堅持他原來的路線 他把他當成一個非理性的 只是在政治上操作的一種做法 這是他的第一個主要的論述 他的第二個主要的論述 就是拜登在他12號 開全球的防疫大會的時候 你可以看出來 他在他12號開 他主要的在說美國還在這件事情上面 是一個主要的領導者 所以他提出了美國要去怎麼做 第三個主要的論述 就是經濟甩鍋 剛才特別講了 所以我們分開把它講一下 在制度競賽上面 其實中國大陸 從來沒有在跟美國比這件事情 因為沒有拿人命來比較 兩邊不應該拿人命來比較 那麼其實他所展現的是一個制度的韌性 還有他整個的應變 就緒跟動員的能力以外 他也在比兩邊所採取的防疫抗疫的策略 譬如說你的公衛體系 跟醫療體系的配合 美國基本上在公衛體系上面 是撤手還是撤到醫療體系 我覺得在台灣 如果你跟我年紀差不多大的話 因為我們以前是一個開發中國家 甚至我們以前是個 非常落後的經濟體的時候 我們小時候 有很多很多的傳染疾病 那個時候的主要防線是公共衛生 所以我們要帶手帕 衛生紙 我們要常常洗手 你在學校每一節下課 老師要這樣去洗手 我們是靠著公衛的這條防線 去保護人民的生命 所以中國大陸用了公衛跟醫療的防線 就醫療是在公衛的後端 可是美國基本上是用一個醫療防線 主要是在疫苗跟藥品上面 那麼另外第三個 就是人民跟政府的 在抗疫防疫的配合程度 中國大陸之前的好幾個城市 你都可以看到一方 有難八方持緣的那種 非常強烈的那種團聚的心理 可是現在雖然已經很久了 而且上海真的讓大家大吃一驚 本來大家認為是守散之虛 你上海的混亂 是讓大家非常大吃一驚的 可是在這過程中間 還是有很多的配合 他的結果都不是說我的制度比你好 而是我能夠解決多少的人命 所以我拿一個數字 剛才亮哥也講了 這是今天我從WHO的dashboard上面 拿下來的數字 如果你看到 今天他們主要是在講說 歐洲已經過了200萬 你剛才講過了 說他已經過了一個非常大的 200萬死亡的一個大的數字 那這200萬的死亡 他的整個感染的百分比是29% 然後你回頭去看 美國的感染比例是24% 四分之一的美國人感染 然後他有0.3%的死亡 這個日期是5月9號 WHO的數字 所以他還沒有過那個100萬 但事實上他就是到12月12號就過了 好 中國大陸是0.1%的感染 0.001%的死亡 就是死亡的人數總共是 15529人到5月9號 好 如果是呢 你剛才用那個 剛才講NIH跟Indiana 他光是算了Omicron 你在講的時候我就順便算了一下 他們覺得Omicron 這個非常大量感染的這個病毒 他們算大概是7.7%的人會感染 然後重症死亡的是0.1% 就是你剛講的那個數字 所代表的是這個意義 好 如果我們完全都跟著美國的方式走 當然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醫療的資源 兩個也講的是不一樣 可是假定我們跟著美國的方式走 美國是守善 很厲害了吧 那麼如果你要有24.3%的人感染的話 中國大陸要有3億5200萬的人感染 如果說要有0.3%的死亡的話 中國大陸要有4289000人死亡 所以至少你今天可以說 因為他用各種的方式 體系的韌性 應變的就緒程度 工會跟醫療體系的協調 政府跟民間的合作 他減少了至少3億5千人的感染 420多萬人的死亡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數字 為什麼會變成 在媒體上面不斷的去攻擊的呢 而且你看到都是那種零星的攻擊 攻擊他們中間的所謂的脫序 剛才特別又講了 日本跟馬來西亞 我剛好也把它調出來 日本跟馬來西亞 他們有各自不同的策略 不是馬來西亞 韓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韓國的感染的比例是非常高 34.5% 日本的是6.9% 但是他們的死亡的率 一個是0.02 一個是0.05 所以如果你要用這些數字來看的話 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政府 都要盡全力的去保障 他的人民的安全 才是政辦 而不是說你們不可以這樣做 他之所以去攻擊 第一個就是說 在制度競賽上 其實中國大陸從來沒有跟他來比人命 另外未來的領導力的部分 拜登他這次說 美國已經提供了 應該是190億的物資 已經提供了5億的疫苗 還要再提供5億的疫苗 這是他在所謂的疫情高峰會的 他自己的演講裡面講的 可是比較重要的是他提出來 未來他將經過兩個體系 一個是經過WHO的體系 把美國的科技跟其他國家分享 主要的就是政府所擁有的科學技術 包括疫苗所需要的極蛋白等等 另外一個體系 就是經過世界銀行體系 去建立一個新的疫苗 應該說疫情準備 以及全球健康安全基金 這是一個新的名字我就隨便翻的 那麼這個基金 美國說我們先出啟動資金 4.5億美元 你就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在全球防疫的 可以說是最末段斑 因為他的死亡率 跟歐洲一樣是最糟糕的 0.3% 已經死了100萬人的末段斑 他覺得他做的這件事情非常好 要跟其他的國家分享 並且會動用兩個過去長期 在美國主導之下的體系 一個是WHO 一個是世界銀行 他做他其中的 比較重要的起始的啟動資金 然後也主動分享他的科學 他的技術等等 當然就會影響到全球防疫的走向 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以 本來美國是說 要提供50億的全球的防疫基金 可是這個基金 在美國國會就是觸礁了 所以拜登這次去參加這個 高峰會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什麼底氣的 他本來是希望他可以說50億 他事實上演講裡面 也說了50億 可是我就不曉得他的錢 到底會怎麼樣來 最後我稍微講一下經濟 這些人可以這麼去攻擊中國大陸的做法 主要的是說你的lockdown 影響了全球的供應鏈 那供應鏈就影響到我 造成了我的經濟的困境 或者是我的通貨膨脹 他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否則的話 中國大陸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搶救他的人民的生命 跟保持他的體系的日韌性 那是一個國家 他可以做的決定 別的國家憑什麼去指點江山 指三道四 他最大的一個理由 可能就是因為影響了我們自己 對於美國來講 他說所影響的就是 第一個是通貨膨脹 在這個總體經濟的結構上 另外就是在個體的公司上面 你會發現幾乎現在所有的事情 如果有重大的改變的話 都會說 中國的lockdown是其中之一 沒錯 中國大陸這樣子 這個動態清零 其實他們有背後 人命是可貴的考量 先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堅持動態清零 因為趙立堅他也特別說了 人命是可貴的 儘管會受到經濟上的一些衝擊 我想倩姐再幫我補充一下 好 最後要講的就是甩鍋 在經濟上面甩鍋是 中國大陸的影響 我記得這亮哥曾經講過 拜登的選舉可能有三招 一個就說是川普的關稅 一個是普丁的戰爭 再來就是習近平先生的封城 大陸封城 這兩三個世界領袖 通通都被他講一遍 那麼如果真的說 中國大陸的封城 會影響到全世界的供應鏈的話 那麼他自然有一些地方 會受到影響 但是同時 在他的有效的復工復產 再來復世復學的過程中間 他的影響是緩慢而且拉長的 我現在特別舉個例子 上個禮拜大家都知道 Apple大跌 Apple大跌的時候 所有的分析師講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大陸封城造成的逆風 Headwinds 第二個理由是整個的需求面 可能變得比較疲軟 所以我就拿這個給大家看 這是蘋果 他們在SEC的filing 就是Thank you 所以在網路上隨時都可以拿得到 這是他原來的數字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表 就是原來我download下來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們把它拿來看一下 它的意義是什麼 在蘋果的部分 他賣一個產品 上面這是product 賣一個產品 賣一個手機 一個具體的產品的話 他的cost of goods 就是他的銷貨成本 就是64% 所以在台灣 在大陸 在全部的任何地方的供應鏈裡面 從原材料 一直到包裝的全部的錢加起來 占他的成本的64% 所以他賣一個手機 譬如說 他就可以有36%的毛利 這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為到後來你去看 他除了這個36%的毛利以外 因為他把所有的東西都外包出去了 所以他只有剩下一點點的這個 R&D 就是研發的經費 大概6% 然後剩下一點點的 所有的銷售 和管理的所有的 也是6%或7% 所以他在這個36%的毛利之下 最後最後 他的盡力還是在operation 就是盡力不然還有31% 大家想想看 縱使你在大陸的封城 你產生了一些問題 你現在你有這麼巨大的毛利 了不起 就是你這個公司的毛利減少了 毛利減少了一些 難道會是你的股票 股價距跌的唯一 或者最主要的因素嗎 可是大陸現在成為了一個 非常便利的甩鍋的對象 所以幾乎每一個大跌的 這一類的股票 他講的第一個理由都是 因為大陸了 因為他封城 所以產生了我們整個的供應鏈 或者是我們的裝修成本會增加 這些其實都只是 他的一個便利的藉口 包括總統拜登 他在講他的通貨膨脹的時候 中國大陸的情況 中國大陸的封城 也成為他一個便利的藉口而已 這個藉口